柯文哲在上台之後有很多的改革措施 他現在有可能要把牛肉麵節給砍了 因為說到台北美食很多人想到就是牛肉麵節 那麼從台北市2005開始連續10年舉辦 成功行銷的觀光 博下傳出台北市長柯文哲認為 牛肉麵節缺乏創意可能要停辦 消息一出有不少的民眾跟店家都覺得蠻可惜的 香氣四溢的湯汁趁熱淋在剛起鍋的手工麵條上 Q彈鮮嫩的帶骨牛肉彷彿放棄嘴裡就會融化 這一味是屬於台北城的美味 北市府2005年開辦牛肉麵節 歷經10個年頭每年300萬預算 捧紅無數店家也成功行銷觀光 但近幾年卻挨批玩不出創意 科批新政 嚴你取消 吹廣很久了 所以取消有點可惜 關上日山拔火 他要這樣子的 做這樣的決策 我們也是無可奈何浪 少了政府補助 牛肉麵的行銷通路大減 業者感受更直接 如果真的停辦的話 我覺得蠻可惜的 很多人知道牛肉麵就是來自台北 反而可以帶動台北的一個觀光的產業 帶動台北的國際的知名度 靠著牛肉麵節打出知名度 槍上高掛的獎杯獎牌 往後恐怕只能追憶 政府尚有政策 業者也只能下游對策 我們業者還是不會想要去依賴政府 我們還是會自主的看要怎麼去 把它做得更好 不是說一定取消 很多這種活動 如何在新的時代有它的新的意義 我們再想一下 就是說不要重複以前那個樣子 行李如意 雖然沒把話說死 但柯文哲想砍掉重練的 除了牛肉麵節還有台北咖啡節跟大稻成煙火等等 柯皮新政重效率 市民習慣的老味道 現在也面臨改變 結果像王正台北猜訪過的